在当时高子齐与蔡林结婚的时候,还特意邀请邓伦来当伴郎,从网友挖出的婚礼照片也可以看到,那个头发有点偏黄,有点非主流,穿着伴郎服的就是邓伦了,在很多张高子齐的照片中,都能看到邓伦在后面傻呵呵笑着的照片,新娘蔡林也曾在内地出演过不少经典爆款剧,首先来到中国最早的一部电视剧,就是2004年与苏友鹏和润东主演的中国内地情感剧情。 定爱秦海,在剧中,蔡林饰演女一号关晓彤,没错,就是陆寒女友的那个关晓彤,这部剧大火后,蔡林又与苏友鹏、赵雅芝、胡靖等共同主演中国古装历史剧《阳门虎将》,蔡林在剧中饰演女一号潘雨嫣,2006年搭档张家辉、乔振宇等主演的中国古装喜剧《心醉打金枝》,再次出演女一号《生田公主》,三部剧下来,也就基本奠定了蔡林在内地影视圈的地位,俗话说, 恋爱虽好,结婚不易,两人六年的跨国婚姻,最终没能走到最后一步,这又不知道是该让多少网友感叹,再也不相信爱情了,只是可惜了,两人目前只有三岁的儿子了。